欢迎各位观众收看这一集的周一长谈 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 因为实在有太多事情的发生 不可以不来跟大家说 我是你们这一集的节目主持人梁英联 这一集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切身一点的问题 你说不是吗 环保这些东西和切身有什么关系 我每天生活和环保有关吗 是的 你想没有关系都不行 因为现时在加拿大 联邦政府 省政府 迟些可能是市政府 各样都说和环保有关 你现在给很多钱都是和环保有关的 特别是这一段时间提到很多人有关的碳税 究竟是联邦 省 市 谁向你收这些钱 今天我找另一位嘉宾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现时你给多少钱去保护这个大自然 保护这个地球 请来的嘉宾就是加拿大一位的前国会议员赵锦铭 欢迎你 Kenny Ronald 大家好 我说到这个环保真的很重要 相信在加拿大没有人没有听过 我们现在的政府非常着力 要去符合这个世界的标准 就是地球越来越暖了 一时又说冷 一时又说暖 今年在必施省也是 应热的又不热 应冬的又不冷 都是和环境有关的 所以我们的加拿大政府 无论是联邦或省都说 要付钱就可以搞定地球了 特别是我们的联邦政府 杜鲁多和他的环境部长加尔博德 他说你给多些钱我交碳税 我们拿了你的钱给你 一个仙都不收多你的 那么地球就自然会给好的 这个世界有没有这么大的甲 随街跳 收了钱 找一班人去处理这些钱 又给你 地球就会好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Ronald 你说得对的 在4月1号的时候 这个联邦的碳税 将会由65元一吨 增加到23% 去到80元一吨 排碳的价钱 关不事 一吨吨的碳排出来 我不是排那么多碳 我想说 如果联邦的这些 环境部长也好 总理也好 如果他说得对的话 就是说 抽得越重税 给你们的杜鲁越多 还给特地 那就会没有碳的了 那我们不要收80元一吨 收800元一吨 8千元一吨 那会不会收多钱 那会不会收多钱 好啊 是吗 所以你看到他们的逻辑性 是极端有问题 某个程度来说 也是一个语言艺术 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想我希望透过今次的节目 可以和大家来清一下 先说一说 他说收你多一点 给你多一点 因为地球就会少点碳 那环境就自然会好 政府搞了这么大论事 又请了这么多人做事 为什么会减少了碳 为什么地球又会好一些呢 我想首先第一件事 很多极左的朋友 他们会很多时候 用一些抹黑的方法来说 当你反对这个碳碎增加的时候 即是你不环保 他就已经说你不单不环保 他只是你给石油公司收买 你就要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的缩余 那我就不明白了 好像我们地球人除了地球之外 还有一个选择 或者破坏地球是我的一生的目标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大家都是住在地球 生活在地球 大家都想地球是好 但是当我们看到加拿大 一个小小的人口的国家 其实排碳量是占全世界的排碳供应量 是每年递减 为什么你说会递减呢 我们两个百分之都不够的 几年前 到现在已经去到接近1.5%的排泰量 为什么呢 因为碳排放的数量 在全世界来说 是不断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很多后来追上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都需要能源 才可以去提高他们自己的国民的生活质素 这个包括了印度 又或者是巴西 又或者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 等等这些国家 他们为了要道路的建设 建屋 住楼 又或者是工业发展等等 都要用很多的能源 而很多时候他们有的选择 就是一些高碳的排放量 比如说中国里面 在2023年 平均来说每个星期有三间的燃煤发电厂 是新的燃煤发电厂 是投入生产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全球面对的气候变化问题 是不是一个税务计划 是一个这么小的人口的国家 加拿大2%都不够的排泰量 到今时今日已经去到1.5% 我们是不是用一个税务计划 更加加重我们加拿大人的负担 就能够解决呢 这件事就是我对 无论是省的新民主党 又或者是联邦的自由党 我对他们很大的批判 就是他们这个救世主上老 就以为自己觉得 哎呀我们要多给点碳 我们要我们的国民更加辛苦一些 那就能够解决到这个世界问题了 我尝试去问就是说 当你今天你已经达成了 杜鲁多心目中的这个排碳 去到170元的公吨 大家不要以为 我们今次4月1号的增加 去到80元一吨 但是距离他要达到的目标 仍然是一段路的 他会不断去加增这个碳税 去到170元一吨 他才会停的 我当你明天 就是当你是4月1号 就去到170元一吨 是不是我们BC省的山火 就会停止呢 是不是我们面对的水浸的问题 这些气候变化所产生的问题 就会立刻停止呢 加拿大人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不会受到这些 气候变化的问题的影响呢 你和我当然也知道 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 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怎么可以用 只是限制加拿大 只是令到我们白上加根的情况 就会改变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人某个程度 是将头蒙在沙堆里面 又或者更加坏的呢 就是更加把意识形态 凌鸽在你和我身上的 联邦政府已经将这个项目的名称 在今年已经改了 现在新名叫做Canada Carbon Rebate 这个名称就是 因为联邦政府希望我们减少排碳 又不想我们给多些钱 所以政府就说 有80%的家庭 其实我们因为这个碳水 而给多了的钱 政府会透过每一季的rebat 寄到你的银行那里 去扣除你给多了这些钱 而且自由党政府说 他们计算那条数据 没有拿多了你 有着数据的嘛 你应该是收多了钱 所以当联邦政府增加这个碳税 刚才你说在4月1号 就再加每一吨15元 就去到80元 然后每一年继续加15元 加到170元为止 政府说不要紧要 我加你碳税 我又给多些回购给你的rebat 已经宣布了4月1号开始 每一季又会给多些加拿大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 你去询一下你的银行户口 是否每一季 第一次加到车口 你会在4月给你的 其实1月的时候已经给了一次 你没有收到的话 找你的国会员 或者是必施省 找你的省员问他 为什么我家里的屋收到 我这间屋收不到 政府说收多了 你给多些利 而且希望你减少溶炭 因为这个叫做 CARBON REBAY 就是因为政府说 你用了能源 我就加你碳税 即是你在家里的暖气 你出去买菜 因为你的菜要有货车运来的 农夫要去弄干些物品 又要去给燃料费 每一项政府都收了碳税 所以政府说为了看述民情 既然收多了你这么多碳税 我又给你更多 这个这样的计划 到底加拿大有没有减少了 我们的排碳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去问一问 我们的省长邑大卫 或者是总理杜鲁多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要分阶段去行 既然是我们人民 拿到的钱是多的时候 不如明天 或者4月1号开始 我们就立刻征收170元一吨 这个碳税 既然我们在户口 每4个月就有些 每3个月的钱来到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受到影响的话 那就好事 大家都开心 你收多一些又给我多一些 你不如一次过收到170元 我就收多一些钱 当然分明就不是 因为加拿大的国会里面 有一个叫做预算总长 这个预算总长 这个预算总长基本上就是要 将一些政客所说的一些语言艺术 来刀破的 无论是反对党 执政党也好 这个预算总长已经说了 他说直接的退税 直接的大家要付的这个碳税 比如说你加油等等那些的时候 没错 他会退给你 因为多了一点 为什么呢 他是用入息来做审查的 我们每年的T1 政府自动帮你计算 你都不用担心 收不到钱 你报税的时候 那局的数 就是政府用来衡量 会有多少碳回购给你的 那多好 我又不用坐在那里有钱收了 是 第二个也是最大的问题 好像刚刚所说的 大家不知道我们的谷盟那些化肥 其实是碳的一些副产品 然后我们要去种的时候 要用拖车来耕田 那些要烧很多的饮渣 不是电动的那些拖车 然后我以前在山梁住 所以我看到那些很大的谷仓 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收割了之后 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去 将它运到整个加拿大各地 那它需要等待的时候 它的谷 如果为了避免它 等它潮湿 而会腐烂的关系 就要控干它 好像你刚刚所说的 那些控干机又不是用电 又不是太用能 那每一层 其实只是农作物所产生的过程里面 已经要有很多的碳的需要 一些高能源 我们可以这么说 高密度的能源的产品 然后再加上由沙沙省 你会运到一个面包厂 由面包厂运到你的这个超级市场 由超级市场你开车去 等等这些每一层的 只是讲食物 只是讲一个面包而已 大家不要说你要喂猪啊 蜜语等等 每一层都是有层层叠叠 所以这个国会的预计总长 预算总长他也说过 如果计算这些非直接的 因为碳税而提高的 对加拿大人的负担来说 在我们BC省 是每一个家庭都要负担超过一千多 我们的阿尔伯特省 不是BC省 因为稍后我们会讲到 但是我们的阿尔伯特省旁边而已 一千六百元这个的价钱 然后他的补贴只不过只有几百元 换句话说 每个家庭每年都因为碳税 还没增加之前 就要额外付多几百元的钱 这个将会增加到23% 在4月1日之后 所以加拿大人是不是已经 生活得非常平安 很富足 好像以前15年的时候 曾经有《纽约时报》说过 说加拿大的中产 他们所拿到的收入 已经比美国的中产更高 记不记得吗 是2015年的时候 十年前而已 是不是 会不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加拿大人 应该要去拯救地球的时候 又不是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 加拿大 无论你用食物银行的人数 都是突破了二百万的大关 也有很多人 比如说尤其是那些老人家 要靠自己的职速来生活的那些 更加是惨 有些老人家甚至要决定 究竟我要去吃东西 把钱放在吃东西那里 还是放在暖气那里 这到一个地步是民不聊生 我想这个词应该可以用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否还要不单止征收碳税 更加要增加碳税 而一个我自己会觉得 是无效的一个保护环境 保护地球的温室 气候变化的问题的一个策略 那为什么要继续下去 为什么要硬着这个头皮 来这样做呢 而我们BC省的新民主党 其实正正就是 助纣违约的 对联邦自由党所做的方法 是一个助纣违约的政党 但说起BC省 我有点不太满意你这个说法 因为BC省收碳税 比联邦政府收碳税更早 而BC省收碳税的时候 不是新民主党执政的 是当时的BC自由党执政 搞碳税 联邦政府可能因为BC省收碳税 就说这条招 不如联邦又做碳税 而联邦做碳税 就是把这个排碳定一个价值 而BC省已经有了我们BC省 历史悠久给联邦政府 重来的一个碳税 所以我们就没有直接 是拿联邦政府的碳税 来收钱给钱这回事 而是用BC省原本的计划 收钱减税 只要BC省收钱和给钱 与联邦政府是同步的 即是联邦政府4月1日加 BC省4月1日又加碳税 所以BC省政府已经说了 在我们的财政预算里 已经预计了 由4月1日开始 我们又给更多些钱 BC省民的 与联邦政府是一模一样的 而加拿大10个省里面 有7个省 就跟足联邦政府的碳税来做 但其实有3个省 例如Cubeck 都没有跟足联邦政府 实际是不用跟他 因为Cubeck是用碳交易 是跟加州和不同的商业 我给你来到 去满足减少排碳的目标 那么BC省的碳税 与联邦政府的碳税 有没有不同 我们收钱给钱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很难怪 我们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 是非常运劳的 究竟在搞什么呢 我想这个是可以明白的 但这个是因为加拿大的联邦制度 其实是给每一个省 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譬如你刚刚所说的 2008年开始 当时执政的BC自由党 就引入全加拿大 第一个 也是北美洲第一个的碳税 来到希望减低BC省的碳排放 其实这个做法 这个政策 正正就是告诉我们 碳税是一个税务的措施 不是一个能够保护到环境的措施 因为在自由党 BC自由党当政里面 到了他们离开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减低我们BC省 碳的排放量 人均的碳排放量 那这些等等 我们就知道 你只是去加碳税的时候 就不能够有效地去做到的 再加上就是BC省自由党当政的时候 他们明白到 政府可能要说 抽了这些税 就自己袋袋来用 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 希望透过税项 来到去改变人的行为 就希望做多些减碳的工作 比如开车也好 怎样都好 所以他就会把收到来的碳税 全面地透过减税 来给回省民 但是你知不知道 哪个党 赢了这个BC省的政府之后 是取消了这个 revenue neutral 这些政府的回购的计划 这个就是BC新民主党 所以刚才你说 现在这个BC新民主党 做的事情不是那么好 就因为当初金保以用的记者 是Gordon Campbell 当时他是自由党 是BC省省长 就订这个碳税 说明我收多少钱 就用多少钱 去给BC省民 做一些环保的项目 为了减限 当新民主党取消了这个 就是说他不再扣税 只是收你钱的时候 某个程度来说 他是偷了我们纳税人的钱 因为当初建立碳税的时候 是说revenue neutral 我收你多少的时候 我退回给你 让你改变你自己的行为模式 这是可能可以实现的一件事 至少在BC自由党当政的时候 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新民主党当政之后 就改变了一件事 一声不出 就将他收了的碳税 就放入自己的袋子 所以为什么尹大伟 在传媒追问下 他竟然会说到 我不可以减碳税的 如果减了的时候 我怎么支付我的公务人员的薪金 原来那些碳税不是用来发展绿色能源 而是用来支付公务员的开支 这些做法其实是偷换概念 再加上我们知道 如果你计算回购 来说 BC省碳税收集到的钱 在三年里面只不过回购三分之一 是给我们的省民 换句话说 三分之二的钱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省政府非但没有回购 也没有减税 更加麻烦都没声 就放入自己的袋子 去发展他们觉得应该要做的事 这些所以我就会觉得 其实是偷了 抢了我们的纳税人的钱 尹大卫也挺老实的 真的做了一个省长 他回答这条问题 我老实告诉你 其实我收了你的碳税 不是给了BC省民的 而是出公务员人工的 这有值得一赚的 他就是老实告诉你 现实BC省收的碳税是做什么的 但联邦政府不是 联邦政府说我收了这些碳税 给了加拿大的国民的 最多留10% 是帮助工业去减少排炭 我又想说如果比对加拿大 其实在奥特利尔最初 他们也有一个关于减排的计划 就是在工商业来用的 但后来加入联邦的碳税 其实奥特利尔已经说 下一次省选之后 不知哪个党执政 他们已经说会不会有另一个方法 去减少排炭 而不需要用这个碳税的方式 正如你所说 BC省政府在过去这么多年 由2008至现在已经证明了 这是一个税务的计划 不是一个环保减排的计划 但说到这个减排 我又想说一下 现在联邦政府 在给我们很多钱买电车 BC省政府 又在给我们很多钱买电车 因为电车的价钱贵 如果是同一个性能的车 柴油的车 价钱比电动车便便宜 所以联邦政府加上省 有些车行说我给了11000元 就是回购你去买一辆电车 还有联邦政府鼓励各大车厂 来加拿大开电池厂 里面用了我们纳税人的保贴金钱 很多钱的 数十亿的 不是的 是说五十个billion 五百亿的 车厂来加拿大车厂 还有联邦政府给我们钱买电车 没有一辆是加拿大生产的 是 只是生产电池 也未开始 将来 有很多这些车 原来是中国制造的 就是说中国 刚才正如你所说 中国就是每多久开一间煤电厂 一个星期三间 一个星期三间煤电厂 这些电池就用来生产电车 而我们就说给钱加拿大国民 去买这些电车 这条信我又不知怎样 你觉得不可以很荒谬呢 你怎么 真的觉得很荒谬 而且我很怕那些执政者 他们会认定了一个目标 无论这个是在一些社会议题上 比如说吸毒 就一定要减低伤害才行 然后在环保 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一定要碳碎才行 他们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固执 其实相反就会 刚好影响到 那些他本来想保护的人 当你一意沽行地 只想减低伤害 派毒品注射屋等等的时候 相反来说 你就会引致更多的人 受到伤害 同样的 你如果只想这个世界的气候变化 是透过加拿大碳碳可以改变的话 其实某个程度 你会更加伤害到这个世界的环境 与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保守党一直以来 从黑帕的时候已经说了 为什么我们加拿大 不将一些相对来说 排碳比较低的能源源源头 比如说我们的液化天然气 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受生产的石油 等等这些 来到去给世界满足很多的国家 最近在几日前 这个希腊的 这个Prime Minister 都刚刚来加拿大访问 他说他重复 就好像德国 印度 日本这些国家在过去几年里面 跟加拿大表达过 就是很希望能够加拿大提供给他们 液化天然气 让他们可以取代到 他们燃煤发电的能源的 source 但是加拿大没有 因为在杜鲁多领导下 在意识形态地 哦 环保啊 气候变暖啊 只有一招而已 就是碳碎 我们透过碳碎就可以减了 这件事其实正正就损害了这个世界 与其是加重加拿大人的负担 令到更加多的靠退休金生活的家庭 单亲的家庭 又或者是普通平民百姓也好 我们的生活重担是更加大 相对来说 我们加拿大会不会可以 给全世界能够有一个 alternative 有一个次选 有一个选择 就是透过 不是一次过的 由一个高碳排放的燒煤 接着去一个将来 是一个应许之地 是零排放的一个世界 与其是这样的时刻 中间有一些过渡的 加拿大所生产的 相对来说 是小碳的石油 又或者是加拿大所生产的 液化天然气 过渡到将来的世界 你别说什么了 我们加拿大每年 还有外国 包括了沙地阿拉伯 委内瑞拉 尼日利亚 美国 来输入我们所需要的燃油 石油 你想想在路远沙地阿拉伯 要一个游轮输入来加拿大 那为什么我们不加拿大油 而用加拿大自己来用呢 这东西本身 其实只是一件事 就应该可以省下我们很多的成本 亦都可以对世界 对环境产生一个正面的作用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 他们的意识形态上老的一些人 我不知道究竟他们是因为意识形态 还是因为自己其实有一些 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正正就伤害了他们说 要去保护的环境也好 国民也好 如果以数据来计算 这个地球每一个人都在排碳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 有75%的人都没有付货币 是不需要因为这些碳是要付钱的 而加拿大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地球 我们的人口只有4000万 而我们的排放量是全球的 现在已经是1.5% 而我们继续增加碳税每一年 一直加到170元 其实这个数字一般加拿大人听过都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收到170元一吨 是什么意思 我一年排多少碳 但是如果是去换下去 我们去入油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现在入油一公升 我们在大温地区已经去到超过2元 那里面在今天是65元一吨的碳 我们的油里面 其实大概有多少钱是跟这个碳税有关的呢 根据加拿大立税人联盟的说法 是不容易解答你的问题的 因为我们加拿大相信是税上税的 你所给的碳税 还有省政府的税 再加上GST 那么根据他们的估计 大概你去入油 起码会有7毫子是税 将来加了之后 就会接近1元的价格是你的税 就是换句话说 2.2.3元 它是一公升的普通的油 你可能会给超过1元的税案 不管是GST也好 是碳税也好 是燃油附加税也好 等等这些问题 如果以实际的数字来计算 4月1号开始就由65元加60元 那里大概是加23% 23% 没错 而这个数字就容易计算了 就是说4月1号开始 你入油 如果是因为碳税的增加 实际转回来 给多少钱一公升呢 是三个先的 只是这个加幅 之前已经收到很多碳税的东西 没计算了 刚才你说加加买 都已经是超过秋毫子 将来一直加的时候 就会超过1元 就是说我们入油 起码有三分一至一半 就是给了政府的税案 究竟这个政策是否正确 其实联邦政府也很聪明 但西洋省份是他们的票仓 冬天又冷 他们的燃料要给碳税的 那些人都会吵 所以联邦政府就不收你了 不收之后 其他省又说 你那里不收 难道我们又不冷 难道我们又不用给 每个人都吵 但政府又不肯 所以到今天为止 如果以加拿大人做一个民意调查 大多数人 其实不止 绝大多数人 70%的人 都不希望政府在4月1日 继续加碳税 因为实在是百物腾跪 而当中有很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和联邦政府的能源收碳 至于将来是什么 保守党 现在人丁单磅 在上两个星期 提出了一个 希望联邦政府 可以停止收碳税 应该是大多数加拿大人的 就组成一个执政联盟 所以他们说什么就什么 没得说 所以继续加碳税 是的 我想你刚刚说的 有少少事情 大家需要补充 就是这个大西洋省份 他们的国民呢 其实在去年2023年的7月 我们BC省收碳税很久 或者其他省也是 但是他有本事 推到2023年的7月才收碳税 但一收碳税的时候 就发觉烤鲁叶大势了 到了9月开始 你自己的热热的时候 因为它有高排碳量的燃油 来到去烤 来到去补暖 所以他们的碳税 就发觉 突然间就飙升得很厉害 是的 那里大西洋 以前政府也有收碳的 大概是三个仙 但是突然间 联邦那些碳税 一加了大西洋省份 就加多了14个仙 那就加了两个碳税 那里的人 所以他们就非常不高兴 他们就联络他们自己的国会议员 那我们知道大西洋省份 那些全部都是自由党国会议员 那这帮国会议员 收到他们的民众去吵的时候 在去年的秋天的时候 他们就退了 可能他们没有钱买热 所以正在震 那他们跟他们自己的党领 也有加拿大的总理 杜鲁多来投诉 那我们伟大的杜鲁多就想到一个选择 就是说这种高碳排放的燃油 暖气燃油 暂时不用给你去烧 给碳税制 过两年之后才收 那他的说辞就是说 喂 不是只有大西洋省份是这样的 全加拿大都是 很多地方都有的 安省都有 但是谁不知呢 原来 绝大部分的这些加拿大人 就在大西洋省份的 然后最后 这个思想走料光的一步 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部长 更加聪明到一个地步 在传媒的问答里面 他们说 如果其他省份的人 他们不喜欢的话 他们可以选多些自由党国会议员 那也可以 换句话说 这一步呢 他暂时延缓这个暖气所排 就是加碳税的这个做法 其实是一个政治的伎俩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想问 为什么我们BC省的省民 这个稳大委 不可以做同一件事 就是说 你家里面 无论是用电的 电没办法 我们用水力发电 但是如果你用天然气 好像我自己家里那样 用天然气来发电 为什么我要加碳税 为什么要给碳税呢 例如大西洋可以这样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的邑大委 在这么多的省长开会的时候 他竟然可以 穿着T恤在那里做show 这样的衰样 来说 我也要有这些其他的补助才行 那我想 一个省长 其实是 究竟他的责任 是要去 为省民来发声 还是来做show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 加拿大十个省 有不同的自治区 有其中七个省的省长 大家都联合在一起 当中也是新闻 自由党的省长 都一起起来 反对碳税增加 好了 刚才你已经说了 那个答案 尹大卫也说了 如果我们不继续交碳税的时候 他怎样出公务员的人工呢 所以4月1日 大家看看 如果你收到碳的回购 会不会增加 23% 可以弥补政府 所收多了的碳税 时间又是 今天多谢前各位议员 赵锦铭 Kennie Chiu 和大家说了这么多 关于碳税的消息 拜拜 拜拜